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位CVUP主 新载ID名叫黄康朵 中文画名玩偶姐姐 她只用了六个月时间 在一站迅速决计 这空过二十来个视频 就寄进了海岸港的前十 根据她在社交网站的资料人 她是个出生在上海的女子华人 之所以用黄康朵这个画名 是因为她的第一支视频 是在香港玩的时候拍的 她自己的说法 前不是她做视频的最重要动力 兴趣才是 而她资料页显示当前并分单身 故而推测视频点男主角 应该是她对象什么 她最初的视频其实也没什么特色 一上来就简单粗暴的办事 我后来明显有了选题和策划 这个故事性提升了不少 而她的视频有明显的特点 就是男友视角拍摄带入感墙 同时双人运动时拍得非常干净 女主的大眼睛很有戏 身体又蠢有欲 目前由于披战的一些审核政策 她的一些视频被无理由下架 同时应该也有经济上的考量 她的视频运营重点 转到了OnlyFans平台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她几部值得一看的视频 首先要推荐的是甜蜜游戏陪玩三部曲 故事情节比较简单 就是有钱的设计师约到一个陪玩妹子 见面时把她灌醉 然后再迷迷糊糊把她给干了 之后女主角再次来男主角家 接受她的道歉 然后在男主开工作视频会议的时候 在办公桌下对男主的小弟弟使坏 然后继续大动干戈 接着女主在男主家过夜 第二天起来给男主做早餐 然后再大动干戈 视频中女主演技很自然 也不像其他AV女女主角那样 张牙舞爪卖弄风骚 感觉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观篇口味 推荐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免费版 别走啊小姐姐 我其实是想请你吃个饭 你知道的 你这XXX那家餐厅吧 超难预定的 就我为了跟你道歉 我把每个就留在预定上了 因为我不知道哪天能等到你啊 今天很幸运等到你了 我们现在只要去就可以吃 赏个脸吧 真的啊我不是坏人的 吃完饭我就把你送回来好不好 那家餐厅真的真的超难预定上 上车嘛 就吃一顿饭哦 嗯就吃一顿饭哦 哦这个这个门上有一个按钮啊 你你打开就可以 这门上有一个按钮 哦我来帮你开吧 我真的不是坏人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就吃一顿饭 嗯 就吃一顿饭 好吧 好吧 哦你带ID了吗 你成年了吧 成年 我带了 哦就是其实我还突然 从Yakima酒庄搞了一瓶 行吗 我FONDE 我就开始 咱们 咱们 你看我自己的状况 啊 都侄信我自己的工作 这个后面不会 好 嗯 每个人都不怕 最棒了 我也是要退休 那 这是我的故事探计事 你是用的 那个 这个是我故事 探计事 我的故事 是否显身 你還沒想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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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沒有做朋友 可能我要過去後退 等待一個小時 等待一個小時 等待一晚 你還沒想到嗎? 我還沒想到嗎? 我還沒想到 說最近最大的影響 如果走出我們現在短靜讓我們走出 轉圈前 nu還有點事 不要太強了 就是我的頭 迴擊也太想給你了 睡覺啊 我只想给你带同一块 这是一块 我只想给你带到这一块 这是一块 好香啊 你在做什么啊 这鸡蛋 看得出来吗 我放多了 你是做给我吃的吗 没事啊 我最喜欢吃炸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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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做给你吃的 我饿了我做给自己吃的 我哪有四周多情啊 我看你连衣服都穿的是我的 你人都是我的了吧 你怎么天天那么油 这花色的 我瞬着妈你瞥到这就好 那我再捡一个鸡蛋 我们一起吃吧 好 你捡起来 那我要吃你吃 你吃吧 好吗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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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吃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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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 我饿了 我饿了 你怎么吃 我饿了 你怎么吃 接下来推荐的是一日女友系列 主要讲的是女生和程序员男友吵架 然后陪着一个弟弟在城市里玩了一天 最后在酒店自然而然放纵心声的故事 这部片虽然都爱的场景不多 但是一线发生的非常自然 很有自己带女朋友旅游 然后再住处释放激情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々 祢 owe it to me 鲜 rec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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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还是认真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